赛斯书灵魂永生 第十一章 死后的选择与过度的机制 在死后 有无限的不同经验对你开放 全都是可能的 但按照你的发展 有一些经验比其他的可能性高些 非常一般性的说 有三种主要的范围 虽然例外和特例可能走别的路子 你可能决定再投胎一次 或如果不这么做 你可能决定贯注焦点与你的前生 用它作为新经验的素材 如前面提过的 创造你所知事件的种种变化 以你的选择来做些改正 或者你可能完全进入另一个可能系统 这与转世投胎十分不同 在这种情形 你将会超越所有 时间是连续的的想法 有些人 有些人格 比较喜欢一种把过去 现在与未来 围在一个似乎合逻辑的 结构里的生活组织 这些人通常会选择转世 另一些人天生叫偏好 以不寻常的直觉方式来体验事件 而由联想过程来提供组织 这些人会选择一个可能系统 为他们下一个主要努力的目标 有些人只是发觉自己不喜欢物质系统 就这样脱离了它 不过一直要等到所选择的转世轮回已经完成 这才做得到 因此 只有那些经由转世 而已在那系统中尽情发展了他们能力的人 才能做这种选择 有些人结束了转世 可能选择再进入轮回中 作为教师 在这种情形 他对自己更高的本体总有一些认识 还有一种比较犹豫不决的中间阶段 存在的中间层面 比较来说 那是一个休息地带 也就是由这地带 最常有从亲人处来的通讯 活着的人在梦境投射时 所拜访的也往往是这个层面 不过 在选择的时间之前 还有一段自我检讨时期 你可以得到你全部的历史 你了解了存有的本质 而存有的其他比你更进步的部分 会给你劝告 例如 你将知觉到你其他转世的自己 你与累世相识的人 也会有情感上的牵连 其中有些关系 可能会取代你 在最近一次前生中的关系 可是自我检讨的时期 也是由你自己系统里来的人的 会何处 对迷失方向的人 会给予所有必须的解释 那些不知自己已死的人 在此地被告以他们的真实情况 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恢复能量和精神 这是一个研习和理解的时候 就是由这个地带 有些失常的人 有了那些回到物质环境的梦 可以说 这是个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交汇场所 一个人在此地的情形和发展 比他逗留的时间长短更重要 这是过渡的一步 却是重要的一步 你在梦中曾到过这里 第十一章 死后的选择与过渡的机制 第五百四十一节 1970年7月13日星期一 晚八点四十分 转世所牵涉的远比再经历一次肉体存在的 简单决定要复杂得多 因此在我正谈到的中间时期的那一段 就会考虑许多的问题 当绝大部分的人想到转世时 他们以一种单线式的过程来想 在其中 灵魂在每个接续的生活中 使他自己完美 这是种极端的简化 这一个主题有无数不同的个人变奏 因此转世的过程 可以有许多方式来利用 在这休息的时候 一个人必须决定 他利用转世的独特方式 例如 有些人选择在某一世中 孤立出种种不同的特性 然后几乎专门在这上面努力 可谓把某一生建立在一个主题上 由一个物质世界的观点来看 这样一个人格看起来非常的一面倒 离一个发展均衡的人还远得很 在一生中 智能可能会故意的非常高超 他可以尽他所能的 发挥那些心智的力量 然后呢 整个人格再彻底的研究这些能力 智能的利与弊 被小心的衡量 这同一个人可能通过另一生 专门在情感上发展 而故意很少的表现 其心智的能力 再次的 他在人世间表现出来的 可能不是个发展得很好的 或很平衡的人格 特殊的创造力 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被专门化了 如果把这些人生看作是一般所谓的 一系列的进步 那么你就会有很多问题得不到解答 无论如何 的确是有发展的 只不过在这些发展如何发生的方式上 这些人有他们所偏好的选择 藉由在某一生克制他们自己 人格也学到了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好比说智力的发展的价值和目的 于是在他们内心便生出了要拥有他的欲望 举例来说 如果先前他们不明白智力发展的目的 因此在做选择的时候 人格决定他们在下一生中发展的方式 有些人会选择以较轻松的速度 及更均衡的方式来进步 可以说 他们将促使人格的所有部分一同工作 甚至一再地遇见 他们在其他的一生中所知的人 他们会颇为轻松的 而非以一种爆炸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他们像舞者一样地调整他们的步调 在这段休息与选择的时候 你会得到所有的意见和忠告 为了许多理由 有些人的确在他们被劝告 再转世的适当时间以前就转世了 这在短时期看来 常常是很不幸的 因为尚未做必要的计划 但长远看来 由这样仓促的错误里 仍能学到很大的教训 并没有时间表的存在 但一个人若等上比三个世纪还要久 才转世 是非常不寻常的 因为这使得他非常不容易认识环境 而且与地球的情感牵连 已经变弱了 在下一生的各种关系 必须定下来 而这涉及了和那些 将牵涉在内的人 做心电感应的沟通 那么这是一个 有许多投射的时期 有些人根本是独行侠 他对地球上的各个历史时期 并没有任何强烈的感情 就投胎了 还有些人喜欢和他们在过去 某个特定历史时期 同时代的人一同回来 所以有些集体的转生模式 在其中有许多人 但并非所有的人 都一同地卷入与转世的周期里 举例来说 你不是在那样的一个周期里运作的 当然也有个人的周期 在其中家庭的成员可能一起转世 彼此之间采取了不同的关系 而你曾卷入几次这种的转世 在转世存在中 可以探究不同的深度 有些人选择彻底的投入 这些人格专修肉体的生活 他们对这个系统的知识最为广博 为了获得这些知识 他们需要去活过你们的每一种种族 对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要求的 他们强烈地全身贯注于历史性的阶段 这样的人多半英年早逝 却活得非常热烈 他们比大多数其他的人 经历更多的生生世世 换言之 他们在尽可能多的历史时期中回来 终于帮助造就了你所知的世界 反正 纵使在你还没开始 你第一个转世轮回之前 你们就都是旅人 我尽可能简单地说就是了 当你们进入物质的实相系统时 你们并不一定必然具有相同的背景 如先前说过的 人间生活是一个训练阶段 但我却希望你尽可能地忘掉 你对进步的一般概念 例如所谓的好 更好 最好的概念 能使你误入歧途 你是在学习尽可能完全地存在 在一方面来说 你是在学着创造自己 当你在转世轮回中如此做时 你把你的主要能力 关注于物质生活上 同时在发展人类的品质与特性 在开启新的活动次元 这并不表示好不存在 或对你而言你不会进步 但你们对于好与进步的观念 是极度歪曲的 且说许多人格在某些特殊的方面 有不同反响的才能 这些才能可能在接下去的 生生世事中一再地显现 它们可能被调节 加减 以各种不同的组合被用到 但整个说来 仍然是这个人的个人性 与独特性的最突出的记号 例如在全部的转世轮回过程中 虽然大多数人采取了不同的营生 职业与兴趣 就某些人来说 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连贯线 它偶尔会中断 但总是在那儿的 例如他们可能几乎专门做神父或教师 在本书中将有更多专谈转世的资料 但此地我想指出 在两世之间的这个选择时期 有许多问题是利害攸关的 不只是建议有关投胎那样简单的 一件事情而已 有些时候 有些人格也许会被给予一个 常规之外的休假 可以说是抽空到实相的其他层面 去做一次去而复返的旅行 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常有 这种事也是在此时决定的 那些转世轮回已完 而选择离开这系统的人 有更多的决定要做 进入可能性的领域 可以与进入转世轮回相比 在一个完全不同类的实相中 将有一个持续不变的 知觉焦点与存在 当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之后 多次元人格中本就潜在 而只略为被你瞥见的力量 将被汲取和利用 在可能系统里的心理经验 与你所知的有相当的差异 但在你自己的心灵内 已有对它的暗示 此处人格必须学着 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集合事件群 而毫不仰仗你所知的时间结构 在这个实相 理解与直觉的能力 终于合作得这么好 以至于在它们之间显有区别 这是在别的实相里 都没有的情形 那个决定过转世生活的你 与选择获得可能 系统内的经验的你 是同一个人 不过在系统之内的人格结构 是十分不同的 你所熟知的人格结构 只是你可用的 许多的知觉形式之一 因此可能的系统 就像转世系统一样的复杂 我告诉过你 所有的行动都是同时发生的 因此一方面来说 你同时存在于两个系统里 可是为了向你解释 这牵涉到的做决定 并且为了分别这些事件 我必须把它们简化到某个程度 这样说吧 全我的一部分 贯注于轮回中 而处理那里的发展 另一部分贯注于可能性 而处理那里的发展 当然 还有一个可能系统 在其中没有转世轮回存在 以及一个转世的轮回 在其中没有可能性存在 人格的开放与弹性 是极为重要的 朝向各种存在的门户 可以是开放的 而人格可以拒绝看见它们 另一方面来说 所有可能的存在都是开放的 而意识却能在 本来根本没门的地方 造出一个门来 在这个选择和决定的时候 有祥导与教师 来指出选择的余地 来解释存在的本质 所有的人格 并非在同一个发展层面上 因此有高级班教师 与较低层面的教师 但这并不是 惶惑混乱的时候 而是具有伟大的觉醒 与不可置信的挑战的时候 稍后在本书中 将谈到神的观念 会增进你 对在此章说到的 一些事的理解 至于对那些选择 将最近一次的前生事件 重新组合 任意的混合或配对 好比说以新的方法 在家尝试的人 也会给予教导 在许多这些案例中 有严重的问题 和某种的顽固僵化 加上前面提过的 追求完美的特性 他们将再一次 经历人世的岁月 但不一定是 以连续性的方式 个人可以选择任何方式 来利用那些事件 改变事件 把它重映一遍 以显出对比 有点像是一个演员 再次放映他演出的老电影 来研究他一样 只是在这例子里 这演员当然能改变 他的演出 或是电影的结尾 他对那些年里的事件 有完全的自由去处理 但是其他的演员们 只是心念形象而已 除非几个同时代的人 一同参与此事 在这些情况下 那人格当然是 是有意识的操纵事件 并研究其各种不同的效果 这要求十分强烈的专注 他已被告知 与他共同演出的人的本质 距离来说 他明白他们是心念形象 并且是他自己的心念形象 但再次的 心念形象的确拥有 某种的实相与意识 他们并非让他任意摆布的 纸牌道具演员 因此他必须考虑到他们 他对他们有某种责任 他们的意识将会成长 而在一个不同的层面 继续他们自己的发展路线 在某一方面来说 我们全都是心念形象 在谈及神的观念的资料中 将进一步加以解释 可是请了解 我不是指我们缺乏 自动自发的行动力 个人性或目的 在此同时要记住 你的生活是由内而外的 那么也许这个声明 对你会更有意义 在这个选择的时候 所有这些事都会被考虑到 而做了适当的准备 但做计划的本身 也都是历练和发展的一部分 因此 这过渡生活的每个点点滴滴 都与被选择的时期 一样的重要 换言之 你学习计划 你的存在 你也在这些休息时期 与你一再遇见的人 结成朋友 也许就只在 这过渡生活的时期 你可以和他们讨论 你在转世轮回中的经验 他们就像是老朋友 例如 教师们自己也在一个循环里 教资深的那些 已经接触过转世 与可能性系统 他们自己也正在决定 他们本身经验的 未来的性质 可是 他们的选择 并不是你们的选择 虽然在以后的章节中 我也许会提到 可供他们选择的 某些生存领域 在此 我们暂且不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百四十六节 1970年8月9日 星期三 晚上九点二十分 什么时候进入选择时间 要看一个人从肉身生活过渡之后的情形与环境 有些人比其他人需要多花些时间来了解真正的情况 如先前解释过的 其他人则必须丢弃许多阻碍性的概念与象征 选择时间可以几乎立即发生 以你们的话来说 或者它可以被延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而在同时进行训练 自然 延缓选择时间的主要阻碍 是一个人心里怀的错误概念 在某些情况下 对天堂或地狱的信念可能同样的不利 有些人会拒绝接受更进一步的工作 发展与挑战的概念 而相信传统的天堂情况是唯一的可能 他们可能的确有一段时间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直到他们由自己的经验学到 存在必然要求发展 而那样的一个天堂将会是枯燥无畏 无聊透顶 真的是死气沉沉的 那时他们就准备好进入选择时间了 其他人可能坚持为了他们的罪过 他们将被打下地狱 而因为这种信念的力量 他们可能有段时间真的遭遇到这种情形 可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形之下 总有教师在场指导 他们试着破解这些错误的信念 在地狱的人常常较快恢复神志 他们自己的恐惧触动了 他们内心中有回应的解脱 换言之 他们的需要较快打开了通往知识的内在门户 因此 他们的情况通常不像在天堂的情况 拖得那么久 不过 两样情况都延后了选择时间和下一次的存在 在此我想说明一点 在所有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创造了他的经验 我不厌其烦地一再这么说 因为这是所有的意识与存在的基本事实 在肉身死后 任何一个人并没有他必得经验的一个设定的特别地方或情形或情况 好比那自杀者作为一类来说 并没有任何特定的惩罚为他们而设 他们的情况也不见得特别糟 他们被当作个人看待 可是任何一个在此生没有被面对的问题 就得在另一生面对 不过 这并不是只有对自杀者适用 自杀者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许是因为他除了按照自己选择的非常特定的条件外 他拒绝生存下去 如果是这种情形 那么他自然需要重新学习 可是许多别的人当在物质系统里时 选择了否认经验 他们的肉体虽然仍然活着 也和自杀了没有什么两样 与一件自杀行为相关的种种条件也是重要的 还有个人的内在实相与体悟 我在此提到这点 因为许多哲学主张自杀的人会遇到一种特别的 几乎是报复性的命运 事实并非如此 可是如果一个人杀了他自己 相信这个行为将永远消灭他的意识 那么这错误的想法可能会严重阻碍他的进展 因为罪恶感会使他的处境更为恶化 再次的还是有教师来解释真正的情况 并且应用各种的治疗法 例如 这个人可能被带回到他做决定前发生的事 然后给他一个改变决定的机会 引起一个遗忘的效果 使得自杀事件本身被忘了 直到后来当那个人较能面对和了解自杀这个行为时 才告诉他他曾经自杀过 不过这种情况也显然的阻碍了选择时间 不必说 对世俗的过分执迷也有同样的效果 在这个例子里 这个人常会坚持把他的感知能力与精力的焦点对准人事 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拒绝接受死亡 这人明明知道他在你们来说是已经死了 但他拒绝完成心灵的分离 当然也有一些例子是当事人没有领悟到死亡的事实 他不是拒绝接受 而是没能感知到死亡 在这种情形 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过分执迷于人事 也许在他自己的家或周围困惑地徘徊着 自然选择的时间也必然延后了 因此 过渡的方式是极为变化无常的 就如肉体生活的机制也是变化无常的 我所提及的许多阻碍不止在死后阻碍了进步 而且在你们自己上代人事时也是一样的 这点无疑地应该加以考虑 对性别特征的过强认同也能挡住进展 如果一个人想到本体身份时过度强调 他的男性或女性的身份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拒绝接受 在转世存在中会发生性别改变这个事实 可是这种对性别的认同 也在人事生活中阻碍了人格的发展 一般而言 虽然刚才所提到的问题会成为阻碍 但总是有例外的 对天堂的信念 如果不是一个执迷的信念 就可以被用为一个有用的架构 作为一个运作的基础 于是乎一个人就往往容易接受 所给予他的新的解释 在许多例子里 甚至对审判日的信念 也是个有用的架构 因为虽则并没有人会对你们赏善罚恶 但这个人因而有了做某种灵性上的 审查与评估的心灵准备 那些透彻了解 经由心灶的人 困难最少 那些已经学会了解梦境 并在其中运作的人 将最有力 对恶魔的信念在死后 是极为不利的 就如在生时也是一样 一种系统化的 善恶对立的神学理论 也是很不利的 例如 如果你相信所有的善 必须被恶来平衡 那么你就把自己束缚在一个 非常狭窄的石像系统里 而在其内 含藏着极大的痛苦折磨的种子 在这样一个系统里 甚至善也变得可疑了 因为一个对等的恶 必会随之而至 神佛对魔王 天使对恶魔 在动物与天使之间的鸿沟 所有这些扭曲都是阻碍 在你现在的石像系统里 你设立很大的对比与敌对的因素 这些在你的石像中 被当作基本假设来运作 它们是极端的表面化 大半是勿用智性能力的结果 光凭智能 无法了解直觉 所最确切知道的东西 智能为了试图使人 试生活对它而言有意义 乃设立了这些对比与敌对的因素 智能说 如果有善必有恶 因为它要干净利落地解释事情 如果有上升 必然有下降 一定要有平衡 可是内我领悟到 由大得多的观点来说 恶只是无知 上升与下降 只是利落的术语 被应用到 不知有此种方向的空间上 可是 对于这种敌对力量的强烈信念 是极为不利的 因为它阻止了人去了解这些事实 内在的统一与合一 互相的关联与合作等等的事实 因此 一个对这种敌对因素的执迷信念 也许是最有害的元素 不但在死后 也在任何的生存期间 有些人在人世生活期间 从未体验过这种敌对因素 融合时的和谐与合一感 这种人在过渡期后 还有许多的阶段得度过 而通常还有许多次其他的人世生活 在他们前头 也就是因为你们个人的 并集体地形成了你们的人间生活 因此在选择时间之后 你们加入那些决定有大致同类经验的人 当准备做好之后 一个很密切的合作性冒险 与烟展开 这些将随所选择的存在类型而变化 没有一个人的实相是与另外一个人的完全相同 却有大体上的分足 你们可能认为相信有善而没连带的相信有恶 似乎是非常不实际的 可是这个信念是你能有的最好保障 在人世生活期间与其后都是一样 这样的信念可能触犯了你的理性 你由肉体感官得来的证据 也可能大叫的说那不是真的 但一个相信善而不信有恶的信念 实际上是极为实际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它会使你保持身体更健康 保持你心理上免于许多的恐惧和精神难题的干扰 带给你自在和自发的感觉 并且你能力的发展 在那种心境下也交易完成 在死后 它可以把你由恶魔地狱 及强制性惩罚的信念中解脱出来 你将更有心理准备 去了解实相的本质如其本然的样子 我了解这观念的确冒犯了你的理性 你的感受似乎也否认它 但你却应该已经领悟到了 你的感官告诉了你许多不实的事情 而我告诉你 你的肉体感官感知的实相 是你信念的结果 你相信邪恶 你就必然会感知邪恶 你们的世界还没有试过 那能使你们解脱的实验 基督教只不过是这主要真理的一个扭曲 我是指如你们所知的 有组织的基督教 我在此不只是讲那些原始的教训 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被给过一个机会 在此书的后面 我们将再讨论其中的一些 那个会是你们世界改观的实验 是运作于一个基本观念上的 也就是你们按照你们的信念的本质 创造自己的实相 而且所有的存在都是有福的 恶并不存在于其中 如果你们个人与集体都遵循这些观念 那么你们的肉体感官所佐证到的 不会有什么矛盾 他们将感知这个世界与存在是善的 这是尚未尝试过的实验 而这些是你在死后必须学习的真理 有些人在死后了解了这些真理 选择回到人间加以缠名 世代以来都是如此 在由物质实相内所缘起的可能系统里 也是这样的 有些可能系统 与你们自己的系统完全没有关联 比任何你现在所想象的还要进步得多 在这些系统里 我已讲过的真理是众所周知的 在这些系统里 个人创造性的 有目的的创造实相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而让意识的创造能力完全发挥 我在此谈到这点 只是为了要指出 有许多其他与你们的系统 不相连的死后情况 当你在过渡期间 尽你所能地学习了这些之后 你就准备好再前进了 不过这过渡期本身 有许多活动的次元 和各种不同范围的经历 尽可能简单地说 可以看得出 每一个人并不认识其他每一个人 世界上有各种国家或天然的分界 反之 你则有各种的心理的状态 对一个在某状态里的人 另一个状态看起来十分的陌生 与这些在过渡状态的人们的许多通讯中 透过凌媒而来的讯息 显得极为矛盾 死者的经验并不相同 也就是说情形与情况有所不同 一个在解释他的实相的人 只能解释他所知的东西 再次的 这种资料常常冒犯了理性 理性要求简单俐落的答案 与相符合的描写 大多数从这些阶段 与活着的亲人通讯的死者 尚未达到选择时间 还没有完成他们的训练 他们也许还照着他们的旧信念 来感知实相 几乎所有的通讯都是来自这个层面 尤其是当他们与活人 在最近的前生中 有亲属关系存在时 可是即使在这个层面 这种讯息仍有其作用 通讯起码能够告诉活着的亲人 存在仍然在继续 而他们能用活人能了解的方式 做到这个 他们能与活人发生关联 因为他们的信念仍然是一样的 在幸运的情况里 他们能一边学 一边把他们的知识传过来 但是渐渐的 他们自己的兴趣变了 他们在新的存在中建立了关系 因此到了选择时间 人格已经准备好到另一个存在去了 以你们的时间来说 这过渡期可能持续几世纪之久 它也可能只持续几年 可是这又有例外 在有些案例中 一个人格很快地进入另一次的人事生活里 可能只在几个小时之内 这通常是不幸的 是由想要回到肉身生活的 执迷欲望所造成的 不过 一个富有伟大使命的人格 也可能做这种快速的转生 他不要或丢弃了一个旧的肉体 而几乎立即重生于一个新的 以便完成一个已经开始的 重要而必要的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百四十七节 1970年8月24日星期一 晚九点十分 在此我想再补充几点 如果在你们来说 你最后一次的轮回已经完成了 那这选择时间就多少会更复杂了 首先你必须了解的是 你现在并不知你真正的本体 反倒与你目前的自我认同 因此当你想到所谓死后的生活时 你实际上是指你所知的自我的未来生活 在轮回结束时 你十分透彻地了解你的基本本体 你存在的内核 是比你所有转世人格的总和还要广大的 那时候你可以说那些人格 只不过是此时你自己的分段而已 在他们之间并没有竞争 从来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分段 只是看起来似乎有分段 而在其中你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发展不同的能力 学着以新而多样化的方式创造 这些转世的人格继续在发展 但他们也了解他们的主要本体 也就是你的本体 因此当轮回完结了 你拥有你所有前生的全部知识 那些资料经验和能力就在你的手边 这只表示你实际地了解了你的多次元实相 我常用多次元这字 你要明白我的确是指那个意思 因为你的实相不只存在于转世的存在里 也还存在于前面提过的可能实相里 所以当选择的时候到了 可做的选择种类 要比给那些必须再转世的人多得多 如果你有那种倾向和能力 你总有做老师的机会 但多次元的教学 与你现在所知道的极为不同 它要求严格的训练 这样一位教师 必须要能同时教导 所谓的一个本体的各个不同部分 例如 且说有某个存有在十四世纪 在第三世纪 在纪元前二百六十年 以及在亚特兰蒂斯时代 都有转世的片段题 一位教师 即将同时与这些不同的人格接触 以他们所能了解的用语 与他们沟通 这样的沟通要求 他对这些时代的基本假设 及一般的哲学性与科学性思想的氛围 有完全的知识 那存有也很可能正在探索好几个可能的系统 教师也必须这些人格联络接触 所必须的知识量与训练 是这样一个教学 传播事业要求极高 但这是可走的一条路 学习这种资料的过程 必然会对教师的发展与能力有帮助 对能量的巧妙操纵是需要的 还要经常的在各次元间穿梭旅行 一旦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训练立即开始 总是在一位实际的专家指导下 这天职 因为他是个天职 会引导这样一位教师 进入他以前甚至不知其存在的 其他实相领域中去 其他的结束了转世 而有一个不同的总和天性的人 可能会开始步入成为一个创造者的漫长旅程 在一个很不同的层面上 这可以比之为 你们自己的物质实相中创造界的天才 不用油漆 颜料 文字 音符 创造者代之以真实的次元来实验 以尽可能多的形式 我不是指物质形式来传授知识 你们会称之为时间的东西 被操控的好像一个画家操纵颜料一样 你们会称之为空间的东西 是以不同的方法集合在一起的 艺术于是被创造出来 用时间距离来说作为结构 以你们的话来说 时间和空间可以被混合起来 各种不同时代的美 自然的美 绘画和建筑 全都为这些初学者再创造出来 以作为学习的方法 他们最全身关注的主要任务之一 就是创造出能在尽可能多的 不同十项次元中造成影响的美 距离来说 这么一件作品在你们的系统里看来是一个样 但它在可能的十项系统里也会被看到 虽则也许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你懂吗 它是一项多次元的艺术 如此的自由与自然 所以它会同时出现在许多石像里 这样一件艺术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这观念也许没有相对等的文字 可是这些创造者也致力于 对他们所可及的所有各种石像层面中的人们提供灵感 例如在你们系统中的灵感 就尝试这种创造者的杰作 这些艺术形式常常是石像本质的象征性表现 依照觉知到他的人的能力 他们会被给予不同的诠释 在你们来说 他们可能是活聚 但是他们永远是心灵的结构 存在于任何一个石像系统之外 但至少被许多人部分的感知到 有些存在于你可能称为星光层面的地方 你在睡眠状态中去探访时会感知他们 当你在半睡半醒 或在其他的离魂时期 你现实的心智也感知到其他的艺术形式的点点滴滴 有各种不同的多次元艺术 所以创造者在许多层面中工作 整个基督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创造 也有些人选择做医治者 当然这设计的范围远比你们所熟知的医治要多得多 这些医治者必须要能与存有所经验的所有层面打交道 直接帮助那些为存有的一部分的人 再次的 这设计一种贯通转世模式的操纵 此处又再次的涉及了很大的变化 医治者对有种种不同困难的转世的自己开始着手 所涉及的医治永远是心灵上和精神上的 这些医者总是等着帮助你现在所知的系统里的每一个人 并且也帮助在其他系统里的每一个人 在更大的范畴里有更多训练有素的高深的医治者 处置广大人群的心病 还有一些人综合了教师创造者和医治者的特质 其他人则选择特别适合他们自己特性的发展方向 可是我并不想在本章讨论意识的继续存在或发展目的 我只想说清楚进步的广大可能性是可能的 并且强调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这个事实 意识的发展是自然的属性 自然的阶段并没有受到威逼 所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天生具备在你所知的人格内的 即如成人天生就在儿童内 至于这些对死后事件的描写也许听来很复杂 尤其是如果你已习惯了一个关于天堂或永远的安息的简单故事 可惜文字无法描写我希望让你们了解的许多基本要点 不过在你内心你就有释放出你的直觉而接受内在知识的能力 在你读这书时文字是要使你释出你自己的直觉能力 当你在读它时你自己的梦将给你更多的资料 并且在你醒时会扔在你心内 如果你对它们够警觉的话 对你所知的生命并没有那么简单的结尾 就像天堂的故事 你有自由去了解你自己的实相 去进一步发展你的能力 去更深切地感受到你自己存在的本质 原为一切万有的一部分